快来呀 三圈一就差你了 每次搓麻酱我都好奇麻酱桌是如何把杂乱的麻酱码得整整齐齐的 这么多麻酱又到底是如何制作的 作为我国国粹 岂能不懂它 我们先看看麻酱是如何制作的 工厂制作麻酱用的主要材料就是这种氨基树枝胶筑粉 是一种热固性树枝 在高温高压下可成为固化硬性材料 工人将撑好的氨基树枝胶筑粉末倒入模具中 平整后将模具送入液压机 等待约180秒取出 再去除边缘多余的材料 麻酱的图案就制作完成 通常一组模具就对应一副麻酱牌 下一步就是填充材料了 首先将磁铁作为填充物放置在麻酱枪室 这个地方画重点一会儿要烤哦 然后覆盖一层氨基树枝胶筑粉 再然后利用工具往里覆盖一层石英砂 最后再覆盖一层氨基粉末 整平后推入液压加压成型 成型后同样需要去除边缘多余的材料 然后利用机器将麻酱从模具中推出来 这时的麻酱棱角分明 还需要将麻酱与竹蟹和抛光蜡混合 进行清洗抛光 然后在经过机器和人工的分检后 就可以上色了 数码印花机根据程序在麻酱牌上 印制三色颜料 工人再用锡纸去除表面多余油漆 等油漆晾干后 一副麻酱就可以来到你的麻酱桌了 但这种自动洗牌的麻酱桌 又是怎么识别麻酱的正反面 然后将麻酱码齐的呢 还记得刚才制作麻酱的时候 放进去的磁铁吗 当我们按下按钮 将麻酱推入洗牌舱 洗牌舱是个中间高边缘低的转盘 并且有多个凸起并固定不动的拨牌条 负责拨动麻酱并推到边缘 每个桌边都有一个吸牌轮 吸牌轮内部有强磁 可以将麻酱吸上传送带 并且进牌口大小 只允许麻酱竖着进入 传动带的另一头有一个存牌座 可以允许两张牌叠放 旁边还有激光感应器 当感应到存牌座上有两张牌时 侧面的电机就会将牌向前推一个单位距离 激光感应器还有计算功能 当一面的麻酱数量够了 传送带就会翻转 把多余的麻酱退回到转盘 转盘就会将其带到另外的洗牌轮 而且麻酱制作时 磁铁放入的磁击方向是一样的 所以麻酱的相同面排斥不可以落在一起 并且在转盘底下 还放置了多个与麻酱正面磁击同级相伺的磁铁 这样就实现了在洗牌时麻酱的翻面 当你按键把操作台降下 四面升降台就会一同降下去 推杆就会将叠好的麻酱推到升降台 升降台再将麻酱送回桌面 这样我们就可以开始打麻酱了